在上一支影片提到 我家人2019年来到日本东京 目的是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我家人将会居住的酒店 酒店名为日本青年馆酒店 酒店给人的感觉 舒适方便也很干净 这个酒店房能够容纳三个大人 也就是蛮大的 而且也蛮宽敞 比起其他日本酒店房间来得大许多 然后它的价钱也是非常的合理 也很公道 打开这道门 就是舒适的地方 里面还有一道门 就是一间浴室可以泡澡 酒店也准备了许多舒适的用品 例如梳子 牙刷牙膏肥皂剃胡刀毛巾等 厕所则是在另一个隔间 酒店也准备了三套温泉的衣裳 这是房间的按钮 也有USB充电插头 酒店房的电视屏幕 也可以显示 温泉的人潮量 是否拥挤 同样的也显示 公用洗衣机和烘干机用量 以及生日时间 你可以方便在房里等着 时间到了才下去 洗衣机只需300日烟 红干机只需100日烟 窗外看得到东京晴空塔 在日本要找到这么大的酒店 很难得 这个还可以容纳三个大人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然后主要是也要看他的厕所 其实是分开的 像浴室还有那个马桶 是分开的 然后他们也有那个很智能的 我觉得是蛮智能的一个酒店 很像他可以看到那个温泉的人流量 还有那个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剩余时间 那么主要重点是 他就位于东京的新宿 所以去到 好像走到那个最靠近的地铁站 好像物行只需要10分钟 所以其实是蛮方便的 然后价钱 可能会问价钱 价钱其实 我觉得不会算是天价啦 好像这个蛮大的 又能 就是三个大人都可以住 然后又这么centralized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酒店 你们可以考虑考虑哦 把这个位置做到 所以,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好